照例颁布免责声明 本次讲座内容均属于一般性建议 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议会财经讲座系列 一周财经 本系列讲座将于每周三晚八点 与大家准时见面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议会的首席分析师Steven 很高兴又于每周三晚上再次见到大家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会带大家回顾上周市场 前瞻本周市场 以及为大家推送最为值得关注的市场机会 相信在接下来的30分钟时间里 如果您能够认真倾听 仔细思考 相信一定会收益良多 好,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座正题 首先的话是上周市场回顾 在上周这边的话 有以下重要的经济数据 首先在美国方面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美联储的FOMC利率决议 最终的利率是维持在5.5%不变 基本是跟市场的预期是完全吻合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鲍威尔的讲话 这事的话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听到最为直白的 关于未来政策预期的一句话 他直接,鲍威尔直接说 三月不太可能降息 并且三月将开始讨论放慢缩表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表述 也是给市场当中预计三月份 开始进行首次降息的这些交易者 泼了一盆冷水 然后在飞农数据方面 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暴冷 首先来看就业数据这边的第一个 就是美国的小飞农数据 这个他的就业人数是只增加了10.7万人 是远低于预期跟前值的 并且劳动力成本的指数 一个季度颁布一次的数据 是录得了0.9%的增长 也是低于预期跟前值的 所以说这两个数据 统一起来的一个方向 应该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 开始有一点点预冷 或者讲说热度放缓 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也是指向了高息环境 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伤害 但是剧情是在周五 又出现了一个神级的大反转 在这个周五晚上的大飞农数据 是意外增加了35.3万人 是几乎是高于预期的整整一倍 并且也是高于前值的 那失业率是下降到了3.7% 另外的话 时薪的一个月增长率 是来到了0.6% 那也是大幅高于预期跟前值的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也是给市场造成了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为什么劳动力市场 这么的火热 跟之前的小飞农 跟劳动力成本完全不足 完全是不相同方向的 所以说这个数据公布之后 对于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惊吓 美元指数是短线内大幅的拉升 与之相反的一些产品 也是出现了一些应有的走势 好 那第四个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PMI数据 那制造业的PMI呢 是上升到了49.1% 是高于预期跟前值的 虽然依旧是处于龙枯线之下 但是呢 它的一个回暖是显而易见的 那另外的话呢 服务业的话呢 是持续的火热 那PMI的话 数字是来到了53.4% 是高于预期跟前值的 所以说这样子一个数据下来 就再次看出了 美国它的一个经济状况 是非常的具有韧性 非常强劲的 那英国这边的话呢 利率决议是维持5.25%不变 但是呢 这个投票的比例呢 是相对来讲比较鹰派的 所以说这个对于英国 未来的一个政策取向呢 也是相对来讲 会有一定的这个 英派 对英镑来讲呢 有一定的这个利多作用 那欧元区呢 1月的CPI通胀数据呢 是录得了2.8% 那月率呢 是呢 减少了0.4% 这个数字呢 是符合预期的 加拿大这边的话呢 GDP经济的月增长率呢 是来到了0.2% 出现了一点的这个小幅增长 那在这个昨天的五间时间段呢 那澳联储呢 也是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那维持了4.35%的利率不变 但是呢 行长的发言呢 相对偏向鹰派的 并没有放弃紧缩的一个倾向 但是的话呢 由于这个澳洲它的一个通胀数字啊 已经是降到了非常接近于澳联储的目标位了 所以说它的一个加息周期呢 现在市场普遍预计啊 它是将会宣告结束 好 那讲完了上周的主要的数据啊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一周 最主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啊 现在啊 美国的一个经济啊 一片大好 但是呢 在经济非常强劲的情况下 其实是增加了一个需求策的一个 呃 需求 或者是讲说消费能力的提高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按照经济学的一个常理来讲呢 反而是会推高通胀的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啊 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 经济呢 非常的强劲 但是呢 通胀呢 还是在啊 逐渐的一个啊 下降 那这个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呢 啊 那所以啊 我们就进入这一周啊 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啊 颠覆的一个传统思维 通胀的新逻辑 那下面有三个主要的话题呢 也是相信各位投资者啊 非常关心的 也是非常有必要啊 知道的 就是通胀下降了啊 快接近胜利了 但是美联储为何不在三月进行一个降息 然后呢 美债收益率跟美股 哎 既然出现了一个水火相容的状况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呢 对于现在高涨的一个美股啊 那相信市场上也是有两种声音 第一个是一片乐观啊 经济强劲啊 这个财报啊 超出预期啊 认为说依旧会上涨 另外一种声音呢 就会说啊 现在的一个估值偏高 泡沫已经出来了 那究竟哪一种这个声音呢 是会相对来讲 能够占据市场主导 引导后市走势的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最后一个议题就是 现在的美股是否是像之前互联网泡沫 进入到了2.0的时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叫通胀的新思维 是怎么样的一个新思维呢 在传统的思维里面啊 通胀来讲都是由于消费需求过热 或者需求测一个大幅上涨所导致的 那这样子呢 会导致了一个经济强劲增长 那失业率呢 也是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那因此啊 出现了一个物价上涨 通胀也就出现了上升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思维 放在这一次的一个通胀理论当中啊 就显得不适用了 非常的神奇 为什么 因为说它的一个通胀在下跌 但是呢 经济反而更加的强劲 失业率继续在降低 那所以呢 引导这一轮通胀的最新的一个原因啊 可能是反而来自于供给侧 所以呢 随着这个美国它的一个生产率 生产效率的提高 有办法呢 满足需求侧的一个强劲 那这样子呢 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呢 供给也大幅提高 供给上升 需求同时上升的情况下 其实并不会对物价啊 造成这个更大的一个影响 那但是呢 由于我们知道消费力啊 依旧强劲 但是呢 生产率也提高的情况下呢 那经济啊 它的一个产出是更加的强劲的 那随着经济的一个强劲 那自然而然啊 对于用人的需求也自然的提高啊 这也导致了失业率低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通胀反而是不会出现一个上涨 而是出现了一个 企稳回落的一个迹象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应该来讲是一个非常利好于这个 美国经济软着陆啊 或者讲说叫做不着陆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好 那在这样子的啊 一个通胀思维的情况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联储鲍威尔 他的一个表态 以及美联储政策啊 出现了一个怎样的变化 那首先呢 鲍威尔啊 在这个最新的这一次利率决议上面 有表态到啊 欢迎经济啊 再强劲一点啊 就是说啊 鲍威尔是非常有底气的认为说 由于这个美国的生产率的一个提高啊 在第四纪录增加了3.2%啊 是能够给这个经济以及失业是带来的率好的 但是呢 我又不畏惧他对通胀造成的影响 这个呢 相比于大半年前呢 鲍威尔说了 经济强劲威胁控制通胀 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呢 是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鲍威尔表态的一个变化 就是欢迎经济更加强劲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联储的一个政策的一个 变化的一个状况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右边这一幅图 是CME美联储隔月掉期利率 那在这边的话呢 在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啊 以及上周的这个FOMC利率决议公布之后 在3月份的一个降息预期呢 是大幅下跌了啊 基本上呢 现在来讲市场是认为有接近80%的概率 3月份是不会进行降息的 那比较于此前的一个50%跟50的一个概率啊 是明显出现了一个分化 那并且呢 在5月份的降息的概率呢 是54%也就是将近一半的概率 甚至呢 有一部分啊 市场参与者是认为5月份也不会进行降息啊 概率甚至来到了差不多三成左右的一个数字啊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政策的取向啊 对于这个整个市场来讲呢 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好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要看一下 为什么啊 这个鲍威尔啊 或者叫美联储这边的话呢 有这个底气啊 认为通胀下降 但是呢 我没有必要进行一个降息的 那我们就要来看第二个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降息的一个新的一个要素啊 就是美国国债 那美国国债 它的一个发行量跟一个发行的一个结构啊 将会对于整个市场 包括美元 美股啊 汇市啊 这个金价啊 这些呢 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首先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美国国债啊 它是由这个财政部发放的 但因为随着这个财政的一个赤字增加啊 就是在讲 就是一个路不复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那美国的财政部啊 是需要蒸发国债 去维持政府开支的啊 那在去年的这个 8月到10月期间啊 这个美国的一个财政部啊 发放了这个国债啊 以偿债为主 那供给增加 那市场上的供给增加了 但是没有明确的买家去购买这样子的偿债啊 所以呢 导致了债券的一个价格啊 出现了一个下跌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又引发了啊 市场上抛售债券的一个恐慌啊 所以说尤其价格下跌啊 跌的会更加的厉害的情况下 它与之这个相反的这个美债 常债的一个收益率啊 又出现了一个飙升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债券呢 它的价格跟它的一个票面的收益率 是呈反比的关系的啊 所以说价格下跌啊 债券的收益率就飙升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知道一个关系就是啊 债券的收益率 美债的收益率啊 它的一个上升是会引导股市出现一个下跌的啊 因为的话呢 美债啊 十年期的美债被定义为这个无风险的资产啊 无风险的资产 当它的收益率回报更高的时候呢 资金就会倾向于它这样子的一个啊 美债 但是反之呢 它的一个利率降低了之后呢 那资金呢自然就会更倾向于啊 以风险型为主导的资产 就是美股了啊 所以呢 这个两个是一个相反的关系 好 但是呢 到了去年11月至今啊 就是财政部呢 就出现了一个发债的一个策略的变化 首先呢 他看到了这个去年8月10月这样子的一个啊 情况之后啊 在11月 它的一个财政部发债的一个结构出现的调整啊 它是增发了这个中短债 而减少了发放长债 而缓解了长期利率的压力啊 导致了股市出现一个上涨 那我们知道啊 对于这个股市来讲最值得参考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啊 应该是10年期美债啊 这个是无风险资产的一个定价的标杆啊 所以说10年期美债的利率呢 相对于来讲对于股市是更加敏感的 而短债收益率就比如说这个一年期啊 两年期或是更短这样子的一个债券收益率呢 对股市的影响就相对较小 好 但是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看一下 现在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发短债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好像在近期啊 融资空间是出现了一个见底的一个状况啊 有可能造成一个流动性危机 那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财政部最晚到6到7月份呢 就要恢复长债的比例 以免呢让财政部背上更高的利息 更长的债务 到那个时候啊 其实美联储的降息就非常有必要了 那同时啊也这个需要这个美联储啊 去这个减慢缩表啊 这样子的一个进程 那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的一个发债情况 那在第一季度啊 财政部的发债啊 这个这个打算呢 是7600亿啊 是大幅低于预期的8160亿 那并且呢 还是增发了中跟短的债务 那第二季度的发债预期啊 是只有2000亿啊 是不及市场预期的一半的啊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发债计划啊 对于这个这个市场来讲 可以解读到的一个信号是什么 第一个啊 因为这个财政部认为 现在的一个财政状况啊 比预期来得更好啊 所以说没有必要去借债啊 来增加它的一个 抵消它的一个路不付出的情况啊 所以呢这个给美联储可能读到的一个信号 就是啊 不需要太快的啊 去进行降息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其实啊 是对于美股有一定程度的利好的啊 那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财政部的一个发债计划之后呢 我们解读到的一个现象啊 啊 就是财政状况比预期好啊 发债紧迫性不高 不需要提前降息 那更晚啊 就是说五月甚至更后变啊 但是更快的一个降息啊 将有可能成为今年市场降息的一个主旋律 短期来讲呢 可能会抑制美股啊 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快速增长 但是长期来讲呢 反而是有利于美股这样子的一个增长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美债收益率方面 好 美债 美债收益率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啊 这边我画出来了三条时间线 那第一条呢 是2023年去年的8月份 第二条呢 是2023年的10月份左右 第三条呢 是2024年今年的1月初的时候 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在第一个区间内啊 美债的收益率大幅飙升的情况下 美股出现了一个下跌 第二个时间段内 美债的收益率大幅下跌的时候呢 美股出现了一个上涨 但是近期啊 到了这个2024年以后 其实美债呢 是出现了一个 哎 触底 但是企稳的一个迹象啊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了 它的一个美债收益率的价格 出现了一个横盘的一个整理现象 所以说这个美股啊 给近期美股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强势拉涨 也是呢 敲响了一个警钟 也是给这个投资者啊 就想要盲目乐观啊 去追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 也是提供了这个风险的一个预警 好 那讲完了这边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 在最新的一个 这个经济基本面啊 以及政策导向之下呢 市场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首先来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在这个飞龙数据过后啊 强力的一个拉升啊 就这个长的大阳线 连续的涨了两天之后呢 来到了第一阻力为104.5后 预阻回落 那现在看起来美元在短期内来讲 依旧是有偏多 或者叫做偏强势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趋向 原因在于它的一个降息预期的延后 经济基本面的强劲 所以说我们看了104.5啊 是会近期的一个参考位 第一阻力位 那如果104.5能够突破呢 就要看到105.5啊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 反之呢 它有可能回到102.8第一支撑位 在这个区间呢 进行一个整理 直到美联储明确的一个降息的动作出现 才会延续它今年年内的一个大方向 就是美元走落 好 那讲一下美股 那美股的话呢 近期的走势啊 应该是吸引了整个市场的眼球 那现在的市场上也是有这两种声音 到底是持续乐观向上呢 还是互联网泡沫2.0就要出现了 那并且啊 在上周五的一个 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啊 出现了美债收益率 大幅拉升 那美股呢 仅仅在数据公布之后 价格短线下挫 之后呢 迅速收回跌势 并且最终收涨 那美债收益率跟美股 同时上升的情况 其实不符合 我们之前说的 这样子 避险风险资产的 负相关规律 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又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 这样子的一个解读 那首先来回答一下 非农过后出现的 这样子的一个水火相容的一个状况 是反映了这个人们 对美股和经济的理解 出现了分歧 那第一种情况是 人们对于非农的解读 强劲的非农数据呢 是造成了经济过热 跟通胀担忧 那这个时候 美债的一个投资者 需要得到更高的美债收益率 去抵消高通胀 这样子的一个预期 所以美债收益率出现了上升 但是第二个方面 刚刚讲过 由于美国第四季度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那意味着之后的一个财报表现的 主要企业的一个盈利预期 也是有所提高的 这样子也是支撑了 股价的一个上升 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两个方向 也会对于这个非农数据 出现了一个不同的理解 导致在短期内 美债收益率跟美股的价格 是出现了正相关现象 就是同时上涨 这样子的一个水火相容的现象 但是我们如果长期看起来 最终还是会回到负相关的关系的 这样子的一个短期现象 其实在历史上是有出现过的 但是并不足以为继长久 第二个是关于泡沫这方面的问题 以及说投资者现在在追涨 或者说现在是不是有这个仓位 应该要去获利了结的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财报的数字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标普500的市盈率 达到了26.91 是远高于率史的一个均值 16.04%以及中位数14.97%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看财务数据的基本面 看是确实存在回调的空间的 但是现在市场的一个情绪 其实是非常乐观的 市场很多参与者是坚信的 经济是强劲的 生产率是提高的 并且财报也是比较乐观的 美股的财报 并且在降息预期的虽然有所延后 但是并不足以去打压这样子的乐观情绪 所以说美股依旧标普大盘 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 所以之后我会说标普500的指数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上涨趋势相对来讲还是会延续 但是它的一个涨势可能来说会有所减缓 毕竟的话我们不能忽略 就是它的一个降息预期延后 这样子对于美股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利空的作用 所以说后市 我们可能以这个回调回踩 在入场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回踩做多的策略会比较的加 那今年的话8%的受益率上调到了5100个点 5100点 那5000点的大关我认为 有可能是在本月内就有可能会达到的 所以说大方向来讲还是不变的 那后市的话关注一下三个 可能在这个月月底下个月月中这一段时间 出现的回调位 487 4840跟481这三个点 纳斯达克指数 那纳斯达克的指数最近看起来它的一个走势 相对于另外两个大的指数 标普500跟道琼斯指数 是相对来说比较疲软一点的 很明显的看到了在过去的两周时间内 从1月23日这一根紫色的时间线看起来 它的价格持续徘徊在这个高位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第一阻力为17680点 并且我们看到在上面已经有六个交易日打到了这个高位之后 都是预阻回落了 这样子也表明现在纳斯达克指数 它的一个上涨趋势是出现了一定的环节 那我们刚刚也说了 就是降息预期这样子的一个利空是不能忽视的 所以自然对于这个利率敏感性 利率敏感程度最高的纳斯达克指数 自然也是最为影响受到最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数 尽管它现在的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劲 它的一个财报预期也是比较强劲 并且还有美国的生产率提高 科技股又有人工智能AI这样子的一个加成 它这样子的一个利多作用之下 它的一个支撑作用还是明显的 但是降息预期延后 这个是不可忽视的利空 所以我们看到纳斯100是高位横盘 震荡了已经整整的两周的时间 那现在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现在如果是之前一个浮营的仓位 我是不是应该要提早跑路获利了结的呢 那然后如果还没有进场的朋友用关心 那我现在去追涨是不是太危险了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好那在这边的话 我给我自己我自己的给出一个判断 我认为如果说你是之前有这个 相对来讲浮营持仓的这样子的一个仓位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先观望直到财报季结束之时 它的一个纳斯100的指数 是不是能够突破17680点这样一个点位 如果在未来的两周之内的价格迟迟无法突破这个位置 那我会觉得你的一个浮营的仓位可以考虑部分了结 在逢高部分了结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呢 如果说你想要还没有进场 你想要去路场去追多的时候呢 我这边的话呢 给的一个建议是 在这个三月二月底这个财报结束之前 如果说没有能够强势突破17630点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以观望为主 不要太乐观的去追多 一方面呢 你的空间上涨空间并不大 然后呢 如果说财报季过后呢 出现一个回调的时候 你的仓位啊 套在上面的一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说这边两个方向呢 就给现在这个路场的 已经在场的 以及还没有路场 想要路场的朋友 一点我自己的个人的建议 那并且啊 我对于纳指来讲的话呢 现在来讲说 它的一个回调的一个概率呢 是比继续走强的一个概率 相对偏高那么一点点的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因为我看了一下美股的一个财报 剩余的这些大公司 以及重点公司的一个 这个情况 那对于纳指100来讲 比较有可能造成利好的一个重大成分 只剩下一支了 这就是英伟达 英伟达的话呢 它的一个财报呢 是会在2月21日 美股的盘后进行一个公布 那那个时候的话呢 可能会是纳指 在财报季中 最后一次的一个利多的一个财报了 所以呢 这个的话呢 我们要关注的一下 就是说现在的一个纳指财报的利好呢 相对来讲 已经是大多数反映在价格上面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 现在来讲风险的一个意识呢 是要大于这个乐观追涨的一个意识 并且要记住一个时间点 就是在2月底财报结束之后 之前这个时间轴一定要重点关注 谨慎的去选择自己的一个操作方向 好 那讲完了这个纳指10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汇率市场 那欧元 那欧元的话呢 由于美元近期的一个小幅走强的欧元近期 是小幅走弱 那现在来看呢 它在1.0740这个位置呢 是触到了一个支撑 那看起来这个支撑位的一个作用 也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说未来欧元的话 在这个欧洲央行也是相对来讲 发布了较为鹰派的一个表述之后 我会觉得欧元对美元 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内吧 它的一个走势呢 更是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紫色区间横盘震荡的走势为主 第一个支撑位呢 区间下轨1.0740 支撑上轨就是第一阻力位1.1000 在这个区间内呢 交易者呢 采取高炮低吸的区间策略 英镑同样的 英镑的话呢 也是一样以这个横盘走势 震荡走势为主 那现在来讲呢 价格一度假突破 突破了1.2600第一个支撑位 但是呢之后呢 又迅速收复了这个跌幅 那又重新回到了1.2600的支撑位之上 所以说我会觉得 英镑未来的近一段时间的走势啊 将会沿到区间 紫色的这个横盘区间啊 1.26到1.28 进行一个横盘整理 那策略呢 也是以区间交易策略为主 那日元 那日元的话呢 由于这个美联储的一个降息预期延后啊 那日元的话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 美日这个货币队啊 是出现了一定的走强 那它的一个阻力位是有所上移到了148.8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近期看起来 美日这个货币队依旧是处于一个 这个偏多的一个迹象 但是呢 我会说啊 现在来看的美日 它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区间 或者讲说它的一个 胜率 胜率来讲呢 其实不如欧元跟英镑的 所以说我会认为 我会推荐啊 所以在未来的这可能近期这一段时间呢 这个交易者在汇率市场上的 可能把重心的偏向欧元跟英镑 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然后看一下澳元对美元 澳元的话呢 在这个 赫联储利率决议之后呢 它出现了一个价格上的一个拉涨 就是这个绿色的一个大洋线 那现在啊 多空双方是围绕着这个0.6500到0.6520 这样子的一个支撑区间 进行一个争夺 那如果这个区间呢 多头取胜的话呢 那价格占上去了0.6520 那就会重新上看0.6680 那如果这个位置呢 没有办法被突破的价格 就有可能回到下跌的 第二个支撑位0.6350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交易者就围绕着 这个0.65这个关口 进行一定的操作 这样子的话 盈亏比是比较高的 好来看一下黄金 那黄金的话呢 非常的明显 第一个因为美元的话呢 这个飞龙数据爆冷之后 美元拉升 那黄金呢 就直线的跳水了 但是呢 它的一个跌幅 也是没有非常的明显 在2000点这样子的一个 关口之上呢 是具有明显的一个支撑作用的 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呢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呢 是有所加剧 所以对于黄金的避险情绪呢 是有这个提振的作用 那第二个呢 是由于季节性的因素 那因为呢 靠近的一个春节期间呢 对于食物黄金的一个需求 华人喜欢买这个黄金嘛 所以说这个也对金价的一个走势呢 造成了一定的支撑 所以说未来的话呢 黄金的一个走势呢 依旧是延续在2000大关上方的 一个高位震荡的走势 那震荡的区间呢 是2005到2064 那在这个区间内的投资者啊 就依旧是震荡区间的交易策略 原油 原油的话呢 上周由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 这个紧张局势啊 是一波三折 价格呢 是回落到了75.6的一个阻力位之下 但是呢 没关系 之前也说过了 在69到75.6这样子的一个区间内呢 都属于油价的底部区间 那回来之后呢 依旧有机会呢 去逢低入场 那现在呢 价格在72.0的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第一支撑位 那第二支撑位呢 还是69 那边际成本线呢 是65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底部区间呢 逢低入场呢 它的一个胜率来讲是比较高的 好 来看一下这个澳指啊 AXX200 那澳指来看的话呢 是在这个利率决议啊 澳联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 这个多空双方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激烈的争夺 那现在的围绕了4600点 7600点这个位置的能不能站稳啊 是有一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多空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战斗的 现在后市啊 我们交易者也是依旧关注的7600点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来看呢 我会认为7600点这个位置呢 可能是对于多头会相对有利一点点的 因为的话呢 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基本结束了 那尽管呢 嘴上是出现了一个紧缩的迹象啊 但是我会认为澳洲的一个货币政策 只会走向更松而不会走向更紧 所以说我会觉得7600点应该是偏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好 日经指数 日经225指数的话呢 它的一个涨幅啊 在现在呢 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减缓 告一段落了 所以说近期也是出现了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高位震荡 它的一个低阻力为36400点 迟迟是无法突破的 并且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第一个这个菲波纳契的一个支撑位35685 又相对比较稳固了 所以说日经近期的一个走势啊 可能也是以高位的横盘整理为主 那如果想要做日经的作为短线 喜欢短线操作的朋友呢 围绕着这两个点位啊 阻力为36400支撑位36585这个区间呢 进行一个区间交易策略 那如果呢放远长线的朋友呢 依旧是以逢低做多 今年年内的一个长线策略为主 那三个回调位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35860 第二个35107 第三个34576 作为说长线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 好 那讲完了市场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前瞻 那刚刚讲到了一个国债的重要性 我们就要看一下 在本周四跟本周五 美国的十年期跟三十年期国债的拍卖情况 然后呢本周的话呢 是有比较多的这个美联储官员的发言 那在周四以及周五 都有比较重要的一个理事跟票委的讲话 那这个也会影响市场的走势 那加拿大这边的话 在周五的话 有一个一月的就业人数的变化 那在澳洲的话呢 在周五也是有一个澳联储主席 布洛克出席国会听证会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中国的话呢 在周四有一个一月份的CPI 就是通胀连率的一个状况 以及货币供应连率的情况 然后呢在今天晚间的时候 凌晨的时间 有美国的这个三大原油库存 EIA原油库存 库系原油库存 以及战略石油储备库存 加上呢 一个月度能源展望报告 这个是一月份的 这样展望报告 所以这对做原油的交易者 一定要重点关注的 好 最后呢 请允许我用30秒的时间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与服务 那我们的黄金呢 点差一手是 一手交易成本呢 是10到12美金 没有手续费 业内领先 我们的这个货币队啊 接近0点差 交易成本业内领先 那并且啊 我们为客户啊 提供专业化的客户服务 包含以下的内容 并且啊 精品教育课程呢 是为大家提供了 基本面 技术面 交易策略 交易心理 等等极大板块的 专业性支持 助力各位朋友的交易之路 我来说 我来说